有時間可以跟我們玩 對 接 接 其實是說蕭老師比較開心 說我們這邊要讚 就很抗拒 看到我們就哭 前來一小時就哭 整個一小時 不是喔 不是喔 這樣喔 目前台灣有到載有蠻多 就是像我們物理職能語言 但是都是從一些 社政體系或是教育體系出發 老師們他們去美和的轉業 或者是說可能社工去美和 那 冬季是第一次有醫院出發 今天找了一個 躺刺症的個案 主要問題就是 認知上面的障礙 會造成他可能全面被人遲懷 哈囉 好 這樣好這樣好 走走走 怎麼樣 加油 他剛剛出現了一個動作 讓我非常壓力 因為他 他們舌頭本來是比較無力 所以他身體好像是唇 就是這樣 可是他剛剛去舔了他的上嘴唇 轉了一圈 就表示說他其實舌頭已經 有那個動作能力 他可以去做更多的變化 這樣 我的部分就是一些初到動作的訓練 可能就是全身的用力啦 然後移位能力的訓練 比如說爬啦 或甚至走啦 站啦 那一些姿態的維持嘛 比如說坐姿啊 對啊 就是也都不會玩啦 看到我們就一直哭啊 我們做什麼他也不太會跟這樣 現在就是 你看他就很明顯 很快他就可以跟著我們模仿 不過因為 龐之戰小 他本來就比較鬆軟 他們的這個動作 他可能就會慢一點 所以兩歲之前 其實都還在爬跟站這樣 他們用那種關節鎖住的方式 站 他其實肌肉沒有在用力 一個禮拜一次治療其實是有點少啦 所以其實家長這邊應該要做很辛苦 也幫我們練一些啦 你幹嘛那麼喘 欸 他到後面你家要再跟我們講喔 對 不管台東縣還是其他的鄉鎮 其實都有平鄉啦 他們真的要出來做療癮 就是非常的困難 礦日費時 對父母親來說 同樣有沒有經濟效力 因為我可能來一天 我做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是我今天的工作 我全部都不能做 就沒有任何收穫 所以對他們來說 其實想要出來做 但根本就沒有辦法出來 外展的早療服務 幾乎是不賺錢 就是而且是非常賠錢 你看一個治療師 一天出來只能做 四個點 最少只可以做四個個案 可是如果我在院內的話 我一天可以做十六個個案 這個就是有差異 我們一週出去三天 就是一三五出去 台東就是一個Y字型 台東是往北的話 就分為三線海線 台東是以南就是南區 如果北邊最遠的話 來回大概接近兩百公里 就是一趟來回這樣 那南邊的話 一趟來回大概是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台東地區因為就是 它特殊的地球環境 跟一些城鄉的差距 教養的觀念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會更被放大 需要多一點知道 先到家裡做扣門的動作 那之後如果家庭功能可以 他們可以來醫院回來 也是我們特見 或是說 家裡功能有因為這樣變強的話 也是我們的方向之一 也是我們的方向之一